海诺是一个法师吗 不 他是史上最强坦克 你要是把新英雄当一个脆皮法师来玩 那你肯定玩得很憋屈很难受 强度根本起不来 但是你当一个坦克来玩 恭喜你 喜提版本之子 海诺的主要输出手段一技能 他对法强加成非常低 你看这里 我出六本闲者 花了一万八的经济 一发一技能打的伤害也就一千八 再看这里 我一件装备都没出 但只要先迭加了一技能印记 再找一个合适的角度 那同样一发一技能 也能打伤害一千八呀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对海诺伤害提升更大的 并不是你的装备和法强 而是印记的数量和角度 换句话说 你做什么回想 做什么帽子 做什么闲者大叔 只会让你变得更脆 让你的容错率更低 而不会引起伤害的质变 因为海诺的核心 他就是没有连招 没法一套秒人 他只能是存活的时间越久 输出的次数越多 触发的印记越多 伤害才会越高 因此海诺必须出肉啊 那么这里 是我在体验幅测试了 很久的坦克玩法 肥专业教学 仅供参考 这套玩法的面板属性 相当离谱 海诺的二技能 靠近敌方英雄 会开启进战模式 并且会增加血量上限 那此时的血量 将近一万五啊 而且物抗五百九 魔抗还有六百四 在肉的离谱的同时 伤害还不低 对比纯输出海诺 差别也不大 最关键的是 已经这么热一个坦克了 他还有两条命 不但可以瞬间回满血 这英雄太难杀了 看好了不 一万五的血刚没 大招轻轻一点 海诺即可回溯时间 满血再来一次 两条命的坦克过分吧 但还没完 还有更离谱的 海诺有近战和远程两种模式 在开启进战模式以后 他的一技能 会附加巨额回血 你看这里哦 一技能一秒一发 而一发一技能的瞬间回血 超过七千啊 这什么概念呢 咱们捋一捋啊 一条命血量一万五 两条命加起来 就是三万的血量 合理吧 近战模式一技能 一秒一发 一发回血七千 咱们就是手残 一波团只命中的五六根 这里回个三四万血 不过分吧 那打点折嘛 回个两万血吧 那砸起砸吧加起来 咱们总成伤五万 这没夸张吧 可是燕祖啊 你要知道啊 你玩任何一个输出C位 你就算场军十几杀 那你一局游戏的总伤害 也就十多二十万 可我海诺海师傅 一波团就能扛五万的伤害 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泥泥园上谱啊 而且你做爆发装备也好 做肉装也罢 海师傅的输出模式 都是一样的 都得先慢慢拉扯 叠印记 最后找角度 完成收割 在这一模式之下 你脆皮有机会拉扯吗 有机会找角度吗 没有的 甚至你能开大 都开不出来 这一点和貂产很像 初见的爆发是没有的 但是只要对面不管我 而等印记一叠起来 对面的结局 必然是团面 所以啊 海师傅做船输出 只会得磨自己 但是当坦克用 却可以恶心对手 彦祖 你学废了吗 用他赢了 上分了 记得报我的名字 但是输了 你报铁根吗 好吗 谢谢大家